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哥 现在在华强北边上 首先过来帮粉丝拿这台202款11寸iPad Pro 256 紧急或未使用 无视脏出头就可以拿下了 它是搭载M2处理器 性能强悍 再搭配这一支全新的二代笔 平时在上面素描画画做笔记 都是非常不错 这几台是13pro max 512g的每版无所 今天新到货 所以挑了这么几台精品 不管外观机框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台台都是高电池效率 四多张就可以拿下 13pro max 这款手机作为13系列旗舰机型 不管从性能续航 拍照还是操作流畅度 各方面给人的使用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续航4300多号时 你清中度正常使用一天一充完全没有问题 性能方面 a15处理器 120hz的屏幕刷新率操作起来非常丝滑 再使用几年也不会说卡顿 性价比方面的对比10pro max能节省15到20张左右的预算 但是10pro max性能提升的又不多 你会怎么选 这一台是国航11128g的充电几时是电池寿命96 像这种老旧机型能碰得到这种极品好货是非常少的 在淘机过程当中遇到了我就一并拿下 因为这种机器你专门要去找这种机框的 非常的少 电池效率80多都已经算高了 所以来当备用机工作机还是非常不错的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是李哥 感谢大家观看